底线作为一部普法剧选取的案例都极具代表性 播出之后也能引起网友的热烈讨论 在热度和收视方面更是一直明灭前茅 在演员阵容方面 底线更是豪华 很多观众眼熟的实力派演员在剧中客串 其中还包括了碧燕军 李强和迪万辰等国家一级演员 所以播出前期很多观众给这部剧打出了四五星的好评 不过随着剧情的推进 底线的口碑开始有了高开低走的趋势 越来越多的观众打出了一二星的差评 也有不少观众直呼看不下去 而且观众的器具理由出其一致 都是反感女主叶欣的人设 都播出过半了还没成长起来 即使男主近东和其他角色表现在好也拯救不了 底线 人设悬浮 不接地气 第一次出场时叶欣还在最高法 当时他跟着最高法的领导来视察 在闲逛时无意中听到了周一安和王秀芳调解一起借钱的案子 因为债权人丢失了借条所以债务人不承认 导致调解不下去 周一安为了促成这次调解 给债务人讲了一点封建迷信的事 这本来只是一件小事 可是叶欣听完后居然开始以止气使斥责周一安 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还当着周一安的面背起了法条 之后叶欣来到基层法院 遇到事情也都是试图用法条来解决 还不听王姐和方远的劝告 大家都是法院的人 难道就他一个人懂法条吗 这样悬浮不接地气的人设 还真是让人喜欢不起来 对人对视双标 把自己的想法强加给别人 对法条熟烂于心的叶欣对人对视 却有着双重标准 对待别人他知道用法条来严格要求 当自己遇到事情时 他却明知故犯 在主播猝死案 钟明知道偷露下来的东西不能作为证据 叶欣还是潜入主播公司去偷露 在李方明案 钟明知道法官私底下 不能和当事人见面 叶欣还是去了 并且还被对方录像威胁 而且遇到案子叶欣 总是从自己的角度出发 他只想着实现自己心中的正义 却没有考虑过当事人的感受和后果 比如奶茶店合同纠纷案 明明方远和周一安的意见 都是劝内对小情侣撤诉及时止损 而且女方都已经和男朋友 达成了一致意见撤诉 可是叶欣却用道德绑架的方式 让小情侣继续上诉 还告诉他们自己有办法帮他们 结果叶欣的办法被对方轻松破解 事实证明叶欣的想法只是一厢情愿 没有帮上 王还差点激化矛盾 性格执拗一根筋 表里不一 来到基层法院后 叶欣把自己执拗一根筋的性格表现得淋漓尽致 每次遇到案子都要和对方争论到底 不管是王姐周一安还是方远 他都要争论一番 感觉自己的处理方式永远都是对的 要知道这些可都是在基层工作多年的资深法官 处理案子的经验可不是书本里能够学到的 最可气的是宋雨菲过生日那段 去宋雨菲家之前方远千叮明万嘱咐 千万别提工作 叶欣一开始答应得好好的 可是一到宋雨菲家 叶欣先是拿出一本书 暗示宋雨菲对雷星雨案的判断有误 之后又开始和宋雨菲激烈地讨论起了雷星雨案的细节 还把方远拉下水 说方远也觉得宋雨菲判错了 被赶出门后叶欣仿佛意识到刚才错了 又开始可怜巴巴地向方远道起了欠 和刚才理直气壮的样子判若两人 从这里可以看出 叶欣是个表里不一的人 甚至还有点绿茶属性 总的来说 叶欣这个角色的人设让人十分反感 难怪观众会因为他气聚 就演技来说 蔡文静倒是重归重举 无奈叶欣的人设时在不讨喜 对案件没有起到实质性作用 还拉低了底线的口碑 最近有个终其的源头 才能够在湿上 叶欣仿佛意识